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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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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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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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项目旁边的另一幅顶深探地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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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未必想跟法庭的继承 有几个原因 第一 某些亲人特别富裕 不需要给他 某些可能有特别需要照顾 可能要照顾一下 律师又补充 遗图不一定要加财万贯才订立 一些拥有物业的人都可以订立 让后人更容易处理财产分配 亦可以避免后人的不满和误会 免出他的命令 立遗嘱的人家有物业 而且物业前某些受益人有知助 也都希望用平安寺或遗嘱 反映之前大家互相这样的理解 避免了这些 当时我答应了之后不ให Optim ve 否,就像很失败 都医治自己究竟的承诺 可能寻黃立遗嘱的人 他的意願去做的話 亦都避免了日後很多爭拗 律師說定立遺囑 不一定需要經由律師辦理 亦都可以自己定 自定遺囑香港是容許的 亦都可以寫中文 不過還要留心 第一,他簽這個遺囑的時候 這位立遺囑的人 精神的狀況如何 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但很多時候精神能力有問題的人 是自己也不知道的 我有時見過一些上年多的人 可能幾天簽了一份 然後過幾天又有另一個十億人 又帶他去簽了另一份 這位老人家究竟知道自己簽了甚麼 其實將來也可能有機會 變成打官司的原因 如果精神能力是好的,還可以的 最好他也定立清晰了 是誰是執行的人 遺囑的執行的人 以及訂立的受益人是哪幾位 最好寫了關係 如果平分一般會少爭拗叫 但如果不平分的時候 他可能也會提出一些原因 為何這個多這個少 最好他也有見證人 見證他簽名 那就留意了,見證人不可以受益人 律師說訂立遺囑 最重要除了交代財產分配外 最重要還是要指明 哪一位人士擔任遺囑執行人 因為不少的財產除了現金外 還會有一些股票、物業公司、股權等等 這些或許需要經過放售後 再進行分配 這些時效遺囑執行人 就要決定何時 將這些資產進行變賣 再進行分配 已經訂了哪幾個去做了 一般都會寫最多四個 然後很多時候都是一個 或者兩個都不頂 也很多時候是受益人 會做遺囑執行人 如果沒有立遺囑的話 就變成一個法定的繼承 很多時候都是近親 又有優先權去申請 最常見是配偶或子女 很多時候 誰去做遺產執行人 有時都會有爭執 為何有爭執 因為做了遺產執行人 這樣的話 就可以決定怎樣去處理 那個承辦的過程 基本上的過程 很多時候都是變賣物業 如果是股票,變賣股票 文郎戶口就拿出錢 而是就著法定的繼承 有多少人的比例去分配 但很多時候的執行之間 會有爭執 例如有些物業 可能近親覺得是組業 應該賣得有很多爭執 第二,如果不想賣 是打算等它升值 還是市場會跌早點賣 當然有不同的打算 賣完不賣,何時賣 也有很多爭執 律師說如果遺囑沒有訂明 所有的受益人都有權利 申請成為遺產執行人 很多時候兄弟姐妹更多 有些我們見過六、七位 如果他們協議得到 或者大家聊天就最好 通常因為所有子女 是平等申請的權利 當然甲想申請 葉也想申請 丙也想申請的時候 就有一點像大家互相去增促 當然法院也可以解決 但解決誰去做執行人 可能都要寫筆律師費 和法院都可能一段時間 才能給得到判令 一般來說 如果遺囑中 已經訂立了遺囑執行人 一般都難以反駁 除非有足夠的證據證明 這個遺囑執行人 存在利益衝突 否則能夠轉換的機會 就相對低 而遺囑執行人亦要妥善 並且儘快處理遺囑的財產 並且公平分配給不同的受益人 律師又說 如果發現遺囑執行人 未能盡力進行遺產分配的話 就可以向法院申請更換 或者增加遺囑執行人 執行人基本上 是個個都有同等的決責權 即是說如果你超過一個的話 一定要所有的執行人同意了 才可以去處理某一件事 譬如說你有一間家族的公司 但未上市 這間公司值多少錢 商譽值多少錢 這是否賣給某些 正在營運中的受益人 這裏很多時要執行人 就要有一致的決定 如果雙方亦亦亭爭 決定不了的話 很多時候又要交給法院 由法院再處理 律師說法庭在分配遺產 這件事上主要扮演監測的角色 若然在正常情況下 法庭一般都不會主動介入 一般都是在其他受益人的要求下 並且在遺產執行人 行為失當時介入 協助受益人盡快公平處理遺產 中環是香港最貴重的核心商業區 有不少跨國公司和專業人士進駐 自然有龐大的租務需求 在伊利近加一個連平台的特色單位 實用大約400呎 業主叫租4萬元 質素是怎樣呢 一起看看 中環商業活動貧化 但大型住宅的供應少 區內以單堂樓為主 而且樓齡普遍都有二、三十年 七單位 最大賣點是擁有大平台 業主 觀眾如果想參加看樓團 想我們幫忙驗樓 甚至想偷託我們找舖的話 都歡迎電郵給我們 今晚的節目時間夠了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